30年秘密曝光。 海报调量网友全惊呆。 萤火虫之木海报藏有玄机。 图翻设自微博,20101904.14。 日本导演高勋于4月6日离世,相守82岁,其生前代表作萤火虫之木更被誉为《美看必哭之作》。 高勋导演离世消息一出,不仅让影迷相当不舍,就连动画大师龚崎骏,都难过得无法发表感言。 如今《萤火虫之木》将在电视上重播,有眼间网友发现动画海报其实藏有玄机,也让这藏了30年的秘密曝光,一票网友瞬间惊呆。 《萤火虫之木》早在1988年就上映,其中有一款海报是妹妹杰子与哥哥青海,两人在草丛中面对漫天萤火虫,笑得开怀的温馨画面。 但由网友把海报调亮后,发掘夜空中有一架B29轰炸机,所以两兄妹面对的黄色光点,其实是火光,真正的萤火虫是停在下方树叶上。 《萤火虫之木》堪称经典之作,图翻设自微博,20101904.14。 事实上,《萤火虫之木》的日本片名是火锤木,一指为《萤火虫无误》,但30年后片名被重新解读,其中蕴含战火不断之意。 导演高薰也曾强调,表示这不是一部只讲反战的动画,也不是撞人热泪的故事,而是描述在战争期间的生存,有关孩子们的悲剧。